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月9号 金正院已经把一个非常修二的版本的劳基法 已经送进了我们的立法院 这个法一旦修过就会让整个劳动基准法倒退30年 我们法律就是一种基准 竟然要靠我们的老板去治理 这个法律基本上可以废掉 我们的台湾的老板能治理的话就不用劳基法了对不对 对 只要劳基法需要这个法律通过 台湾等于恢复到民国73年前没有劳基法的状态对不对 对 劳基法修二 劳基法修二 猜学会不公 猜学会不公 林美珠下台 林美珠下台 今天我们来到劳动部 最主要有两大诉求 第一个我们认为 林美珠部长他应该要针对近年来的 劳基法修二下台 第二个在特别的劳动法也就是劳基法没有办法保障工人的状况之下 连工会在面对的基地劳动法的体制也正在崩坏当中 裁决委员完全没有办法做出有利于工会的行动 刚刚介绍的四个案子都是林美珠部长口中有经过劳资协商并且有工会的实力的个案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他们带着被打压的故事来到劳动部的时候 然后劳动部完的裁决委员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公平公正的裁决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选择来到这里用269个小时的绝食来进行对劳动部的抗议 很多人现在会问现在劳基法的修法已经到了劳动部立法院审查的阶段 而我们来到劳动部来进行绝食 很多人也会问说裁决制度有这么的重要吗 现阶段政府就是准备全面性的瓦解劳工的力量 规定个别劳动法最低限度的劳基法 政府准备开后门予以松绑 而在集体劳动条件谈判的工会运作 在工会干部受到打压的时候 整个裁决委员会所做出来的认定却是让劳工更无法接受 很多人更会问林美珠部长 可能完全不会理会我们 那么我们干嘛还要绝食 没错去年劳工团体发动绝食 冲撞游行 但是完全挡不住政府执意修二 今年赖清德院长更准备用全面砍低劳基法的条件 来作为他魄力的展现 作为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的筹码 也许要抵挡这波台湾这波秀二 台湾公共和社会还需要更大的力量 当这股力量出现时 我们必将支持与参与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是只能用呼吁的方式 来进行绝食的抗争 来表达我们的诉求 260个小时 这个数字它是代表着 201个被乘处的台铁员工 以及17位在5月期间被解雇的远东空服员 以及11个新海瓦斯送到劳动部裁决会 却始终无法做公平判定的裁决案 以及科目工会理事长 他因为争取国定假日7天假 而被减发的40%的年终的绩效奖金 高纪法修二 高纪法修二 裁决会不公 裁决会不公 李美珠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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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是民国106年11月20号的10点整 那我们的绝食代表会从10点开始 269个小时的绝食 为了抗议 我们的裁决委员会 没有办法保障 我们的工会干部在争取 劳动条件的过程中 劳资关系里面受到打压的状况 在这个情况底下 我们的李美珠部长 支持我们的賴院长 要把劳动基督法修二 倒退30年 这个是我们劳工团体 非常不能接受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今天 为了我们这些被裁决会打压的工会 为了广大的没有工会的劳工 没有办法受到劳资会以保障的劳工 还要面对劳基法修二 今天在这边发起269个小时的绝食 那我们绝食的行动从现在开始 我们也要让李美珠部长看到 他所说的劳资协商 劳资可以合议雇主可以自律的事情 全部都是假话 都是谎言 我们这么多的工会干部 就连有工会的保护 都会受到那么严厉的打压 何况是 台湾93%的劳工 是完全没有公布这个保护伞的 那我们要如何保障 他在劳基法修二的情况下面 可以受到劳资会的保障呢 有没有办法 没有 那台湾科目企业工会就是 属于桃园市产业总工会的基层工会 他们的理事长 从去年开始聚砍七天假 就非常投入 来加入桃市产总的各种抗生的行动 那因为台湾科目公司在工作规则里面 就有规定所谓的123天的国定假日 但是这个工作规则并没有说要跟工会协商要修改把它砍掉 也就是说这个工作规则还是有效的 即使国家把它七天假砍掉了 但是呢工作规则再还没修改 各位知道这都需要经过这个工会协商的 但是呢科目公司对于这工会的主力呢非常不爽 我们的科目公司理事长去年就是因为争取七天假 所以得罪了公司 就在今年他在工作上班的时候 公司寄他三个小货 说你工作有三个缺点 其中有一个缺点更妙 那一天根本他就没上班 这就不是说愈家之罪何万无止 对不对 对 公司哪来的势力啊 零不窄 但是我们的财权怎么判的 他说公司没有错 其他小过是应该的 你说这种财权委员要不要存在 不要 今天大家来这里 除了老体法修二 让人对我们的财权委员 一件一件的写定的告诉我们 我们的财权委员 已经偏向资方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有 我们很多工会员事 包括我们的林秘书长 要在这里劫持269个小时 表达我们最深层的抗议 好不好 好 一个副理事长 被公司用 没有理由的调动他在公司做了20年的工作 那调动他的办公处所 他不服调动 那结果最后公司就把他解雇了 这个案子我们送到裁决会来 虽然解雇是无效的 但是裁决会居然在后面暗流伏笔 说是调动是有效的 那这不是造成 勞失双方更大的一些冲突吗 裁决会成立以来 数年来 我们公司已经 我们工会已经送了11个裁决案 虽然里面有输有益 但是他的裁决 很多地方是自相出现矛盾的 那也可以发现裁决委员 通通都是坐在里面 没有去实施他们可以到公司去调查 事实的这个权利 那希望裁决会这边的委员 能够以后盛挺公处 然后再来我要说明 我从未煽动任何一位空服员请假 因为空服员请假本来就是自己去 挺估计身体不适 或者是没办法飞行 然后他们再来去请假 而且请假本身就是 空服员自身的权利 那我可以问一下 那他们说我三中通学员请假 那有库序说明这一件事情吗 再来我们公司从10月开始 就是陆续的解雇 我们公会的会员跟干部 那如果说的话 那我今天这件事情 也只是我们打压公会的其中一件 那公司说他们每年都会裁员3%的呃 呃呃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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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為他的生涯規劃而辭職 我們必須說 在這一幕的勞基法修法裡面 有多少人因為這個修法 將會加倍過勞超時工作 他們連生涯都沒有辦法規劃了 而廖惠芳市場 竟然是用這樣子的理由下台 我們工會團體覺得完全沒有辦法接受